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還有兩位我的同事 好 那聽起來我覺得今天的那個 參加來的成員是比較多元的 因為在教學我們很多時候 可能會有比較多的法律系 但是我們今天有一些不同的系 不同的背景的人來 那我覺得其實還滿好的 但是說實在我們今天 這幾天我們一直在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FACE的運動該如何往下走 然後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們 不應該在同溫層裡面 但是每次FACE星期是我們 大概會來一些可能還不是那麼確定的人 那可是有一些人是很不確定 就是他支持FACE 但是對於這些支持FACE的人 我覺得過去我們在演講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 或許你就必須要站在反對FACE的人的角度 去想想看 因為我們要做的是對話 那如果你已經是非常支持FACE的人的話 我也會很希望說 不要只是成為一個粉絲 那要成為一個行動者 那所以今天給你們的報告 或者是今天他們的分享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好的素材 那對於那些他可能還支持死刑 或者還不是很確定的朋友 那請你們覺得非常的放心 這裡就是一個討論的原地 那我不會逼大家說你支持你反對 讓大家必須要就是出會 但是我只是要讓你們知道說 我們FACE星期四就是為了要讓大家都可以發言 所以不管你站在什麼樣的角度 那都請你很放心的在這裡發表你的言論 那同時我覺得我們更喜歡其不同意見的人 給我們一些提問 或許也給我們一些其他 讓我們知道你往下該怎麼做 那大家手上都有兩份報告 那大伙子那個是一份民意調查的報告 那事實上這份報告是在2013年到2014年 FACE聯盟我們跟中研院合作 那時候是由許海雯老師他主持的這個計畫 那為什麼我們會那個時候做民意調查呢 是因為我們長期以來我們都要求政府說 如果你說長期台灣的政策是要FACE死刑 但是民意不支持 可是你們不能夠用一般房間 可能遇到一個重大刑事案件之後 可能我就有個電話調查 或是很簡單的民意調查 只問你說你支持或反對死刑 然後拿這個數據來告訴我說 因為民眾反而支持死刑 所以我們不能夠廢除死刑 那我們希望他更嚴謹地用一個比較好的報告 好的調查 用這些數據來支撐你的政策的一個討論 那不要用那種很簡化的東西來做討論 所以我們的這份問卷 是一個非常長的問卷 我們只有一百多道題目 那面對面的訪談 訪談了兩千多個人 那所以它是一個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但是我們要求政府做這件事情 要求法務部做這個事情 他們從來不願意做 所以最後如何做到呢? 最後是在那一年我們拿到了歐盟的一個支持 然後他們支持我們 所以我們才跟中學院合作做了這個調查 那這樣聽起來說實在是有點難過的 是因為我覺得其他的國家的人 歐盟的人可能比我們都更重視說 我們如何用實際的證據來支撐自己政策的討論 那但是反而對 那時候我們做了發表之後 那個研究非常的長 然後我們也沒有一個方法轉化成一個 我們一讓人民一般民眾懂的數據 比如說我演講的時候我不會講 但是我並沒有出版 所以非常謝謝那個英國的死刑專案 然後也包括英國的外交部 他們在去年、今年一樣支持了我們的這個計畫 把他變成是一個比較容易懂的一個報告 那同時我們還會有一個短片 所以有時候就是 就是也會覺得有點難過 就是我們在很多議題上面的努力 我們支持的政府可能不那麼努力 那有時候民間反而是站在政府之前的 但是不管如何 那本來就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接下來我會先請那個 英國死刑專案的執行長雷少爾律師 他先介紹一下這份報告的一個內容 他主要的發現 那可能可以給大家一些實驗的提醒 那再來呢我會邀請張娟芬 那捐芬他之前他 大家當然都知道他就是 我可能不用多介紹 但是你們應該不知道他完成了一本 博士論文 然後剛才那個玉琦說 因為他不想證這本論文 我也沒有要證這本論文 因為他是英文的 所以當捐芬給我了之後 我就把他放在書架上面 那一直到 一直到SOUL他們講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捐芬的這本論文 可能拿來做一個摘要 然後重新的再看看裡面的這些重要的發現 那一直到這本紫色的小紫 出現之後我才要認真的讀完他這樣 好 所以今天當然要請那個 原來的作者來獻身說法 就是說張娟芬他為什麼 怎麼做這個研究 然後他的更多的發現是什麼 好 那在捐芬之後我會交請英國的那個BREAK法官 那他是他才剛退休 他是英國高院的法官 那他過去曾經是律師 然後也做過十多年的法官 那也經歷過 也處理過很多的重大的刑事案件 同時因為英國的狀況比較特殊 有一些國家的最後終審 會到英國的樞利院去 所以他們也有經驗 就是代表一些死刑的案件 上法院去做辯護 所以我等一下會請他多聊一些 就是他曾經經手過的 像這樣子的很有問題的案件 好 然後在這之後我會邀請那個 來自馬來西亞的律師 Andre 他原因是 Andre 對 那原因是 他們也跟我們有一些相同的 類似的經驗 那我覺得我很開心就是 我可以知道在亞洲 我們還有一些國家是一起在奮鬥的 但是當然我希望一起奮鬥的國家 越來越少 因為在亞洲 事實上也有已經廢除死刑的例子 例如至少 韓國他們就已經 憑子死刑執行 超過二十年 蒙古已經廢除了死刑 那我們會彼此互相勉勵 彼此要努力往那個廢除死刑的 那個路上邁進 但是我們可能同時面對的相同 或者是不同的困難 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想法 那最後一定會留時間 讓大家拔問 所以你們一邊在聽的過程當中 請一邊把你們的問題也準備好 那我們最後就是讓大家可以 盡情的 唱所預言盡情的問問題 好 那所以我就把麥克風 教給我們的第一位講者 雷曉王律師 我們掌聲歡迎他 好 好 那晚安 大家好 非常開心今天晚上到這裡 那我是Sou 然後我也是捐分的鐵粉 所以我會盡量縮短我的發言 讓捐分可以提到我說話 不過在我們大家可以開心的 就是享用全分的演講之前 我們大概要五分鐘 來讓大家了解一下說 我們手上這份關於民意的報告 它的脈絡是怎樣 那對我們來說這份報告又為什麼重要 那如果我們暫時把入光就是離開台灣 我們來看看國際舞台上的話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一個節目 上有四分之三全球的國家 我們現在在法律或者是在食物上 已經被處了死刑 只有56個國家 還維持著死刑 只有56個國家 還維持著死刑 其中的56個還維持著死刑的國家 其中只有半數目前還在執行死刑 其中只有半數目前還在執行死刑 那在這些還維持著死刑的國家 我常常問他們政府說 究竟為什麼你們沒有辦法加入 全世界大部分已經被處死刑國家的行列呢 通常我們得到的答案就是 民意其實就是我們被處死刑的最大的障礙 那當我們再去庭屋 所提到的問題 那當我們再去庭屋 所提到的民意調查 和所願意的民意調查的時候 我們常常發現這些民意調查 都是相當劃約過的 通常問的就是贊成或反對 這樣的議題 比方說在文件上就會問 請問你支持子晴嗎 是或否 那這樣的提問呢 其實忽略掉了 民意其實是相當的複雜 而且在民意的底下 其實有非常細緻的差異 在這個面向都是 我們知道的適合距離 同樣的有關於這個質疑 很相當的質疑 這類似様的質疑 是在八位或九個國家 現在 的結果是非常似的 在各個國家 都從各個各個國家 有像是有数個國家 在其他國家 在日本、西方、 Caribbean 然後一天 在台灣 他們有全顯示 當我們在看這樣子的問卷或是民意調查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有些非常雷同的地方 我們在大概八到九個國家 包括了中國 包括了非洲幾個國家 還有加勒比海的國家 還有現在在台灣 我們進行了比較類似的這樣子一個民意調查 最後研究的結果其實都告訴我們 執政者或者是決策者說民意構成廢除死刑的障礙 這樣的說法其實是過得滑達的 這些研究員在做的是 他們在對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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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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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手上的這份報告呢,其實就敲略了一般很簡化的事或否這樣子的問題 那其實不是只去看民眾是否贊成死刑 而是要去看民意支持或反對的強度,它的力道有多大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民眾到底本身有多少的死刑相關的資訊 也就是大部分的民眾對於死刑相關的議題,不同的議題到底知識有多少 然後再來呢,我們在報告裡面其實還發現一件很重要的事 其實很多民眾根本就不太關心死刑,這樣子的議題 那再來的話呢,我們也在這個報告,我們也在問罪的過程裡面 請受訪者去評估他們覺得針對某些特定案情的案件 到底科處死刑是不是妥事? 那我們得到的結果是大多數民眾對於大多數的相關的犯罪 我們提出來的相關犯罪類型,他都覺得死刑並不是一個妥事的刑法 那這其實都能夠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問卷調查 或者是這樣子的訪談,其實都讓我們更能夠了解到民意底下的樣貌 好,那接下來就針對剛才提到的幾個重點 我就來跟大家說一下這個報告裡面所提到的部分,再一樣 那第一個就是民眾在問到說請問您是否制式廢除死刑這麼簡單的問題的時候 有85%的民眾是反對廢死的 但是呢,這個也非常非常重要,其實只有極小的部分 也就是32%的受訪民眾是強烈反對廢主死刑的 那接下來有點非常的驚人 也就是同樣在這一群受訪者之中呢,我們再去提示他們說 其實曾經發生過清白軍人無辜送死這樣子的案例的時候呢 原本知強烈反對死刑的民眾有32% 在知道這樣的情況之後,強烈反對的民眾的趴數降到只有不用趴 那我們剛才所提到的這一點呢,其實剛好就跟我們第二份手上就是 原始材料來自捐分的這根報告呢 它相當扣得非常的緊喔 那這根報告是對於冤案有關的 那這根報告呢,其實就讓我知道說 其實整個對於司法體系的狀況其實相當有些譴責性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 民眾到底對於台灣的死刑、死刑體系的運作狀況有多少的了解 我們問受到的民眾四個跟死刑相關的事實性的問題 只有0.2%的民眾有辦法四題完全都答正確 其中有55%的受盪者一題都沒有辦法答對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對我們的刑事司法體系 到底信任度有夠高 69% felt that they have no confidence whatsoever in the fail of civil trial OKOK 然後我們的受盪者裡面有69%的對於我們的司法審判完全沒有任何的信心 75% agreed that the legal system protects people with power and status 65%的受盪民眾同意我們的司法體系是保障有權有事的人 and 78% agreed that the poor more likely to be sentenced to death than the rich 78%的受盪民眾相信如果是比較貧窮的民眾 他比有錢的人可能更容易被判死神 Durch證拗音 所以這 var數目上的大科報 的投資法 besten It's How important data is to inform the conversation on the death penalty and to debunk the so-called justifica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public opinion is the barrier to reform And we would say very strongly that rather The public opinion being a barrier to reform 我們身份給他們 excuse to keep that amount of money 那剛才所提到的呢 就是這份報告其實很重要 在哪些部分重要 它告訴我們的實證研究是重要的 資料是重要的 讓我們在死刑相關的論辯 如果要是我們大家要進入這個相關的論辯 如果是要充分事情的情況下 這樣子的報告或者是實證研究 相關的資料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這份報告還有一個重要性 就在於它破解了一般大眾認為的 或者是政府常常都會用來說的一個託詞 也就是因為民意 民意是我們合理化保留死刑的一個最好的一個藉口 從這些報告裡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民意不但不是廢除死刑的障礙 其實它只是施政者的一個託詞 所以我會停止 你提到的報告 所以請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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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可以解釋 你解釋 這件事 真的 你解釋 你解釋 那我在這裡就先暫停一下了 那請大家記得就是你們大家手上都有那一頓報告的 請跟你的親友同事們分享 讓大家更能夠理解到民意其實是相當的作動複雜的 所以在政府每次說民意造成 民意構成的被處死刑障礙的時候 大家對這樣的情況能夠更有了解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談的是冤案 那這跟就是接續者我談的這個部分 當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好 我們謝謝雷少爾認識 我們謝謝大家 好 那那個 因為捐芬最近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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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忙 所以這個他今天可以來參加我們的這個Face 其實大家覺得非常開心 因為下次比較有時候 但希望你下次還會把經理我們 但我們現在就歡迎捐芬來為我們分享 他那一份很長的論文摘養的報告 我們歡迎捐芬 謝謝 謝謝 我應該從來沒有感覺到這麼受歡迎過 哈哈哈哈 我能夠把那麼厚的博士論文 變成一個輕薄短小 當然比較容易閱讀而不是中文的報告 其實是要非常感謝SAL 和Manet Death penalty project的努力 其實這些年來我們一直發現 比如說包括我們英國的朋友 然後馬來西亞的朋友 都很關心台灣的死亡問題 那我會常常發現說 當台灣人看到是外國人在產台灣死亡的時候 台灣人常常有一種很高性的情緒 覺得說你是外國人 你不管我們的事情幹的是什麼 那個民主主義的系列忽然出現了 可是其實我是這樣看 因為每一次我們從這些國際戰家的意見分享裡面 都可以感受到說 是對人權的那個共同的關懷 在跨越了不同的主權不同的國際 所以我其實是這樣看的 就是說假如一個英國人 他的聖經是真正的 他的基本權益應該是要保障 那台灣人也一定會 台灣人的命沒有比較先 台灣人的人權並沒有比較多錢 所以人權其實就是國際一般的普世價值 那這個是這些年來 我們一直覺得在那些 有很多國際的這個FACE運動 給予台灣FACE運動很重要的這個支撐 那接下來我想分享一下 我在我怎麼樣分析台灣的死亡程度 大家知道我為什麼有兩個面向來看 一個面向是我從動態的腳步看 一個事情看見 怎麼樣在這個司法系統裡面產生出來 然後靜態的部分我都看說 像這個判決行程以後 這個判決本身寫的無可 大概這樣來的面向 那動態真的是一個部分 我就很簡單的講 兩個我觀察到的 我認為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在台灣人為一個司法 刑事司法的這個順序裡頭 我們會講就是這個我們講 講叫做券證並送 就是說一個案子呢 刑案發生之後 檢察婦也開始偵查 然後他搜集了所有資訊以後呢 他認為說好他就一定要起訴了 那他就把這個過程裡面 所有的證據都收在一個卷宗裡面 就整個卷宗是可以發揮的東西 這個我們叫做券證並送 那然後呢 這個被告可能被擠壓 兩到兩三個月 然後在最多三十個月 三個月之內 法官一定要退位 才開始懸念 那這樣子的過程時 每一個案件裡面 法官對這個案件第一印象就是 不是被告 第一印象就是 把這個檢察官所收集的那些券證 整個層次上來的這個券證 好 那 檢察官所送上來的這個券證裡頭 當然周辦是對被告公立的罪證 因為假如他收集到很多對被告公立的 他可能覺得說這個人那麼不要起訴 所以起訴他就是認為他有時間 所以這裡面就是收集這些對被告公立的罪證 而法官最先看到的 就是這些對被告公立的罪證 那有這樣子的一個時間差 可能從一個月月到三個月不等 那這三個月之內的時間呢 法官所接觸到的 有段是片面的就是 檢察官所依然的證證 他這個證據呈現的順序 會使得 法官比較容易會先實及有罪的心證 也許被告之後提出來他有在場這些 可是法官如果三個月來 都看著這些他可疑的現象 可能當被告面解的時候 法官心裡就在想說 那你是不是只是在狡辯而已 那所以這個證據呈現的順序 會比較有可能 對於法官的心證會形成有罪的 他比較容易形成有罪的證據 這是第一個官場 那第二個官場應該就是好 接下來呢 開始開禮以後 我們是用分散審理的方式 也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一個案子 比如說禪送經年是很常見的 因為通常他開一次禮之後 下一次開禮可能是兩個月之後 所以一個刑事案件呢 省了一年半或者兩個月 都是蠻正常的事情 那這個兩年之間呢 每一次的見證就是兩個月 兩個月 因為被告每一次被擠壓 可以兩個月 所以他就兩個月期待之前 就一定要再開一次提 因此如果你用這次的動態的力量 去判這個審判的話 你會發現說 最被告不利的證據 是在案件的最初就出現 然後是集中的出現 因為檢察官全部收集了以後 一起放在這個法官的桌上 然後這個集中出現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檢察官這時候已經把這些證據 編織成一個犯罪故事 告訴法官 就檢察官的起訴書裡面會說 被告某某某某在某遺 在某個時候 有什麼方式去殺害被害的人 然後證據在這裡 所以這些證據是已經偏湊成一個故事 它比較容易理解 好 那麼開庭之後呢 被告可能請了律師 然後每一次開庭 被告可能就提出一些證據 說他是無公的 可是這個時候被告所提出的證據 是被實踐切碎的 從第一個證據 到第二個證據中間隔兩個月 這兩個月的中間 法官再做他自己的事情 法官同時簽名好多安全 所以非常有可能 當他這一次開庭 到下一次開庭的中間 法官的記憶可能已經磨了 所以整體看來就發現 對被告不利的那些證據 是一股腦袋 很丟給法官 而且變成一個故事 而對被告有利的證據呢 是被切成碎片 那法官有可能沒有辦法 很快的把這些碎片 組成一個對被告有利的故事 那我用一個簡單的比喻 就好像說 這個打籃球的時候 連隊每一隊都五個人 你看起來覺得是公體 可是事實上呢 這一隊是五個人同時下場比賽 但另外一隊他們自己的上位 所以你幾乎可以說 在每一個時刻 法官所想到 他都會覺得自己就在對我們的 好 當他先看到檢察官所提供的這個 犯罪故事之後 等到被告說 我又不在此證明 那法官會覺得說 你這件不正嗎 那這個 檢察官提供的故事比較完整嗎 等到兩個月之後呢 那個被告也許提供了另外一個證據 那法官這時候在看這個 他還是覺得這是不正嗎 因為檢察官 他永遠都覺得自己的 好 那這個就是 就是在我們的刑事司法的程序裡面 他可能會比較柔誠 使得法官有這個 容易產生有罪的原因 那這個是我對於刑事司法在 這個當然 這個問題不會只出現在死刑問題上面 在其他的刑事案件上面 也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靜態分析的部分 其實有很多是大家耳熟 心想的事情 比方說前一陣子的正刑者案 然後最近更新的是謝水虹案 他終於 謝水虹最終於能夠開戰時 然後他已經放出來了 現在的戰時將會再度展開 那這兩個案子我們都可以 其實包括很多的冤案 然後他總是有一些基本的配備 比如說這個錯名的自白 很可能是被警察刑囚 或者是用威脅的方式 威嚇的方式去 然後呢 總是有這個 法院對於 對於法醫鑑定結果的曲解 如現這文案裡面就是 到底他是一個凶手呢 還是兩個凶手呢 其實法醫的意見是無法確定的 好 那所以法醫的意見可能會寫說 你不能排辭心理人事 可是在判決裡面呢 法官直接把這個理解為 所以說他就是一個人以上 他就是一個人以上的 所以我們限制我們也是雙雙 那有很多的這個 死刑固實 這些我們常年在救援的案件 常常都有類似這樣子的問題 那 接下來可能我們還可以特別關注的一個是 王幸福安 王幸福安是 接下來想要 其實我們也行努力的證責 不過王幸福安是個非常困難的 這個死刑案件 它最困難的可能就是因為 其他的各位聽過的這些死刑案件 常常是在冤案救援的脈絡裡面被理解 也就是說呢 那些 我們常常在看這些案件的時候 在想著說 它什麼呢 什麼證據是錯誤的 那王幸福安的困難在於說 它是一個證據不足 它證據非常薄弱的一個案件 所以可能還對這個名字感覺到很誇張 這是一個 呃 它發生在 在 19 19 19 89 好像 這麼久以前 是啊 好OK 所以這個案子的被害人是 兩位檢查 然後現場是個卡 OK 那總之呢 有一個槍手開槍 那叫陳蓉傑 然後陳蓉傑 然後陳蓉傑 抓到滿18歲的 他是黑道小子 那他開槍這件事情呢 是 呃 是在場的務實證件 很多確定的 問題在於說 那王幸福在這裡 帶來什麼樣的角色 最後判決認為說 王幸福是老大 就王幸福命令陳蓉傑去開槍 這個是判決所認別的 那一個那麼久以前的案件呢 當時的這個 這個 檢警偵彈的水準 非常不理想 比方說 沒有一張現實的照片 好 所以現場的 這個 幾乎所有的細節 我們幾乎都是從表情 然後 在這個案發之後呢 王幸福逃亡到中國 16年之後才回來 所以等到他回來接受審判的時候 是2006年 那2006年 我們對他的思考水準 當然也比較有信心了 問題是 你如果去看他的這個判決的話 會發現 他大致上使用的 仍然是最初的 就是 案發當時判陳蓉傑死刑的那個判決 他用的還是這個1992年的時候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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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盼 那他主要把 王幸福判有罪的證據 就是 陳蓉傑的負擔 陳蓉傑說 是王幸福的狀態 但是 陳蓉傑當年 被判有罪以後 很快的就死刑死了 所以就是個死無對證的狀態 那 等到王幸福逃亡回來 被抓到的時候 陳蓉傑早就執行死刑了 所以 陳蓉傑的那個證詞 是沒有經過被取結尾的 那 整個案件 就這麼薄弱的 呃 維繫在一個 已經死掉的人的裡面 從 從整個這個 他的 他的整個判決 最後一歸結出來 他在那邊使用的證據 就是 這個字白 而這個 這個字白是 呃 就是沒有經過對峙結尾 所以他在程序上 就是有很大的案件 那 像王幸福這樣子的案件 如果你用一般的 冤案的標準去看他 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樣不夠 因為通常我們在看冤案的時候 大多多人 他會知道說 最好這是個身家清白的人 讓我知道他是一個 好青年 他是個好人 然後這樣子 我才願意去 呃 去相信他是人生的 可是我覺得 王幸福這樣子的案件 可能最討厭我們的 就是 提醒我們說 到底什麼叫做 最推 假如我們要堅持 最推的原則的話 就必須要回來 提醒自己說 那當我在看一個案件的時候 我不是應該去 用放大機 檢視這個被冤枉的人 到底是是清白 而是應該去仔細的檢視 檢察官這邊有沒有提出 足夠說服我的證據 證明說這個人也是犯罪的 只要檢方所代表的這個國家的 全供權利 沒有能夠提供足夠證據的話 那我覺得這就可以成為一個 參與就員 一個很好的理由 好 那基於這樣子的理由 我們一直希望去 就是希望在王室之外 上面有死 那接下來裡面 也就會繼續在這個部分 那以上我就把 我對於死刑事務的 台灣死刑探決的 這個基礎的分析先說 好 謝謝全分 之前就是呢 美國還沒有完全廢除死刑 但是美國蠻多州一定是死刑 然後只有少數的州 還沒有執行死刑 大概十幾個州左右 但是那個伊利諾州 他們當初在退出死刑的時候 他們是因為發現 他們的那一州有很多的冤案 所以他們都決定要 終於是伊利諾州的死刑 但是在台灣 我們就知道一個困境 就是我們有蘇建盒 劉宇娜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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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政府已經確定是冤案 然後壞被抵抗罪 但是很多人對於這樣的事情的反應 就是說 欸那就是 這是個案啊 執行制度還是沒有問題啊 那你們只要不要判 不要把不該判死刑 來判死刑 你們只要不要把不應該執行的人 執行死刑就好啦 那死刑應該還是要存在的 但是他在講這些事情 就好啦 這個事情他忘了 將我進一輩子刑了 他忘了 如這一輩子刑了 他忘了 事實上 就是因為是十輩子刑的人 所以我們才會跟那些 有可能是死刑 有可能不是死刑的這些 我們才會去看死刑的案件 那我們才有可能 從其中或許發現冤案 但是相信死刑的人 他可能從來不會想到 有人真的會犯錯 所以他根本不關心這個事情 但是卻在最後的時候說 那你們只要不要判他死刑就好了 你們只要不要挫殺他就好了 但是這個不要已經就好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難 你可以想一下 蘇建口他們花了 花了二十一年 許志強花了二十一年 鄭靖子花了十四年 現在如果謝偉侯可以在今年 真的不最確定平反的話 他花了十八年 十九年 那我們今天還在討論的一個案件 事實上是秋後社還是超過三十年 但目前一點點機會 看樣子都還沒有 那菲子聯盟 我們目前正在救援的黃幸福案 他是1990年發生的案件 他只比秋後社晚一點 但是他當然被關在監獄裡面 沒有那麼長的時間 但是如果你現在去看他的話 他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 然後就是他關在台南 所以你是真的會覺得說 天啊那個時間真的不站在我們這邊 以及要發現原案 不要挫殺無辜 在台北死刑的國家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困難 我必須要講 我不知道還有多少的黑數 是我們沒有發現的 那接下來我想要 就是邀請英國的那個 法官 他過去我剛才有說 他有很多很多經驗 我也想要請他分享 就是他的經驗到底 這種案件 我相信 不可能是 像我們台灣人想的 放心啦 不會 不會那麼多 我絕對會發生在這身上 所以我們很歡迎 你跟Nic來為我們分享 謝謝 你好 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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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你們好 我想這可能是我 今晚今夜 我可以先給大家擦個中文了 謝謝 我們剛才聽到 我們剛才聽到 關於台灣人的犯狀系統 的犯狀系統 的犯狀 尤其是 尤其是 防止的犯狀 的犯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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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才呢 我們已經聽到 在台灣的刑事司法 體系裡面的一些 有缺陷的地方 包括在整個過程裡面 辯方律師所面臨的 相當相對的劣勢 包括了 從案件的 到案件的第一次審理 其實中間是有很長的 一段機嫌的時間 那再者呢 就是整個審理過程 也廢時很久 曠日廢時 那再來呢就是 很多時候 起訴或者是 定罪的證據呢 其實完全是 建立在 被告的自白上演 I have practiced law in the United Kingdom for 35 years as an advocate and 10 years as a senior judge 那我在英國呢就是 在司法監行呢 我已經待了35年了 那我有十年的時間呢 我是一個資深的法官 那其他 其他二十年的 其他幾年的 我就是一個律師 英國一向都相當自豪自己是在刑事訴訟或是刑事司法體系上 在審判上面嚴守公平這樣的一個原則 然後其中完全都不存在剛才所提到的台灣刑事司法體系裡面的缺陷 那所有的就是被告呢就是能夠接受聽審的時間大概從他被捕大概中間只有六到十二個月左右的時間 那一旦開始審理案件呢 整個案件的審理其實就是比較連續的 那一直到判決結束 那一旦開始審理案件呢 整個案件的審理其實就是比較連續的 那一直到判決結束 那我們呢關於一個被告他是不是有罪 他的罪咎的決定是由我們的陪審團 也就是公民一共十二個人一起決定的喔 那會這樣做 不是交給職業法官來裁定是不是有罪 無罪這件事情是要確保 要避免職業法官本身可能會有比較傾向 像國家或是政府這樣子的一個連結或者是有這樣的偏見 那要不要陪審團能夠完全確認罪則是 罪就是落在被告的身上 那檢方就不由取政府的責任了 那如果真的要仰賴自白喔 以前這個大概就是常常會發生的事情在以前啦 那如果真的要這樣做 那檢方也有責任要排除合理懷疑 也就是不能夠讓人家覺得說 你在這個公術本身它是被避免的 如果有這樣的懷疑的話其實就不可以 這樣一個完美的體系怎麼可能會有什麼問題呢 但是他真的就出錯了啊 而且是出大錯 出大錯的情況就是一樣是仰賴被告的自白 來頂嘴 接下來我就要帶大家快速的踏上一段路程來看看 英國本土在1950到1995年間發生過的相關的非常的 就是狀況很不好 然後大家知道為人周知的一些案 那在1995年之後呢 那在1995年之後呢 我們對於就是取貢這件事情要強調自白本身 它必須要符合我們說廉政這樣的原則 其實就是上班的措施就比較完善了 那所以我就把我等一下要講的那個時間前的點落在英國中裡面 那有很多的關於謀殺的案件或者是關於被害者比較大 大量殺人的案件就是受害者人數比較多的案件 那又或者是跟恐怖主義的犯行相關的案件呢 很多這樣子的案件的定罪呢 其實都是以自白作為主要的證據 有時候甚至是唯一的定罪證據 那如果被告呢要去反駁說 當初我的自白其實是因為威逼脅迫 我或者是因為警方有提供我一些 就是那種庇佑性的條件 所以我才做出不利自身的一些公訴跟自白的話 在這種情況下通常都會是警方或檢方 跟被告兩方各之一夫 那這個時候呢 配審團長都會想說 情況到底有什麼必要需要說謊呢 但是相對的會覺得說 那被告很明顯啊 他要說謊自己的那個動機很明顯啊 在英國我們是在1965年的時候會存在信 所以在1965年到1995年的時候呢 沒有任何一個定罪到1965年呢 沒有任何一個定罪的受刑人呢 其實是真的有上交 тр 但是在1950到1965年,如果是已經定業的案子,基本上從定業到執行,大概中間只有一年的間隔 我們現在知道在剛才提到的15年間,就是培審團判有罪,而且最後執行死刑的案件裡面,有三件眾所矚目的案件,其實當初被判刑,然後被執行,其實它建立的基礎都是在不實的自白上面 這是因為我們的上訴法院後來再去看這些案件的時候,就說很清楚這裡面看得出來這些案件是牽涉到或是自白的 那我接下來要跟大家講的就是這三個案子,其實是非常惡名昭彰的,是聽說這三個案子,其實是非常惡名昭彰的 一個是Judy Evans,一個是Maru,Marty,一個是Derek,Bentley,這三個案子,他們在上訴法院已經發現有這樣子的不實自白的證據,然後已經沒有辦法再做任何的處理,因為他們都已經是要講解架了 所以確證他們的無辜清白其實是在他們身後才發生的事情,但是這樣的做法當然沒有辦法實質地毀 可以到他們身上,所以就是監視他們是清白這件事情反觀,他們的清白這件事情是責機他們的家人,是不對他們的家人給予這樣子的 那接下來我就要跟大家談談我們在廢除死刑之後的這段實習喔,我大概就是在廢死之後,我的十年之後,我就是律師 那在我擔任法官的這十年間呢,我其實經手過十六件,就是送到上訴法庭這樣子的案件裡面,我其實就是… 有把這些案件就是送回…就是發回更審,像我們台灣人發回更審 那原因就是因為案件裡面主要的或甚至是唯一用來定罪的證據,就是不實的自白 好,那我接下來就跟大家講一下說,在這樣子的案件裡面,主要是謀殺案件和恐怖處理相關的案件裡面,有三個面向其實是最危險的地方,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在1975年的時候,其實在英國門圖裡面就有一個恐怖處理的主張,那其實就是大家知道的來源風格局 那在Bermingham跟Gilford這兩個地方呢,就發生了一共有五十個人,因為這樣子的恐怖主義行動,失去性命 那當時呢,在Bermingham跟Gilford這兩個地方發生了這樣的恐怖處理攻擊之後呢,其實就等於是有兩個分頭進行的案件審理 那這兩個案件裡面其實牽涉到非常多的被告,那這些被告他們的定罪其實主要都是仰賴自白 The confessions were written down on a piece of paper like this pad by the police And these men protested their innocence for ten years in prison 好,那當時呢,所謂的公訴或自白就是由警方寫下來在這樣子的筆記紙上面 那當時的被告其實都已經在積壓了,就是在關押的過程裡他們持續主張自己其實是清白的 那因為這樣子呢,英國的內政部長就要求說,那要來檢查一下當初的這樣子的寫在公司上的自白的情況 好,我現在要跟大家一邊說一邊 一邊,一邊, let me hear with the microphone 好,謝謝 如果大家,就是如果我們在這樣的筆記,筆記本上寫字啊,其實很自然的就是筆記會透過,會印到下面那頁上面會有那個痕跡 所以想當然,如果真的有自白,被告當時的自白是這樣,警方這樣寫下來的,根據被告的公訴這樣寫下來的 那第二頁上面出現的那個痕跡一定是跟下面那頁一樣的 那當時呢,就是內政部長主托見證專家,見識專家來看這些證據 那竟然發現說,怎麼在第二頁出現的那個印痕啊,跟前一頁根本是不相符的 其實是有人把本來不在警方寫的那樣子的那個公訴,紀錄公訴裡面塞進去,多塞了體驗進去 And the police could offer no explanation for why that should be 警方完全沒辦法解釋這是怎麼一回事 I think you did a number one, we can swap And…yeah… So ten years after these convictions, the prosecution agreed that the confessions were obtained by false police evidence. the men were released because they had a second appeal and I remember the day in court the defence advocate said to the chief justice thank heavens we have abolished the death penalty or each of these men would have been hanged it's a terrible crime killing innocent people who are going to a public house for a night out for a drink horrible crime 在經過了十年之後 終於檢方他們就承認他出 用來定罪的 來自警方的這些證據其實是不實的 那當然被告就無罪或是 那這個是發生在他們的第二次的上訴的那個審理過程 最後就是決定讓他們可以無罪或是 那當時我記得在法院裡面 就是那個主神法官就說感謝老天爺 現在我們本來就已經沒有死刑了 如果我們還有死刑的話 這些本來只是跑去喝點酒 就是找天爺小樂酒的人 很可能他們是清白無辜的 如果我們今天還有死刑他們就沒命了 那絕對絕對會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所以我從這裡面學到的一刻就是公訴性的證據或是自白呢 其實通常都不太可靠 除非除非我們針對自白人生有相當好的保障措施 比方說我們在偵訊的全程是要錄影錄音的 然後偵訊的過程裡面其實都有律師的陪伴 我會講過很程的和我們其他兩次的證據 我會講了兩次的證據 兩次的證據 我會講了兩次的證據 有另一個證據 我們會講的證據 四十四年輕人 和五十年輕人 被殺殺在各種證據 然後一位女士被罵四個罪犯 在警察和其他建築的罪犯 在這個場合 OK 好 接下來我覺得很簡單 跟大家再分享兩個案例 其中有一個是牽涉到恐怖注意 有一個 這個案子裡面 一共受害者是40個士兵 然後他們是因為有一個女性的被告 在這個案件上她其實就是被定罪了 那她被控的罪就是說 這40個人其實他們的喪生是發現在好幾個不同的案件 好幾起不同的事件裡面 那這位女士就是被控說她在 就是她一共犯下四起犯罪事件 然後在不同的地方放了炸彈 然後她當時針對自己的犯行 所有的犯行都坦誠不會 然後這些公訴自白的過程其實都有被錄下來 她完全沒有說警方有捏造這些自白或這些公訴證據 但是她在開庭的時候她說 這些都是我捏造的 因為我想要成為愛人共和決心的種類的英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雖然就是她講的這些想法是不太可信的 可是她還是被定罪了 那十年之後這個案件上訴到我的手上來 那在這個案件審理的過程我發現了有一項證據 那其實這項證據其實她是一直都存在的 可是她卻沒有在就是開庭的時候被扶出來過 那這個證據牽涉到什麼 那這個證據牽涉到什麼 就是在 她其實從英國一路就是 就是跑到北愛爾蘭那邊去喔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她其實有被攔下來接受了六個小時的證訊 那證訊人是當時 愛爾蘭專精於 就是審訊恐怖主義相關案件的證訊人員 這個到處牽涉他的證訊人員呢 其實有說我完全都不相信這個女人講的隻字騙扭 就是完全都不可信 當時在偵訊的過程裡面呢 這位女士就說 她自己是一個愛玩分離主義的恐怖份子的朋友 然後她很想要生命打造 那這個偵訊人員就說 她根本就是一直在幻想啊 她就是覺得她自己想要成為一個很有名的人 然後這個其實後來在開啟的時候 也成為她的一個病人就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案件裡面我們可以學到的一刻 就是當時雖然有發生這一段 但是這一段其實是被掩蓋出的 檢方或是警方是沒有揭露相關的證據 儘管這些證據其實一直都在 那後來呢就是在後審 後來的審理過程裡面呢 其實也有其他的證據喔 對她有力的證據 也就是有精神醫學專家指出 她本來就有一些妄想的這樣的傾向 但是在前審的過程裡面是沒有這樣的精神醫學專家提出這樣的證據 但是在後來是有的 第三個案件呢要談談說冤案的危險性的這個案子呢是發生在威爾斯那邊一個相對的一個城市叫做Cardiff 那這個地方相對是比較貧窮的 那我的委託方呢其實就是被定罪 那怎麼樣定罪呢就是說他休談的砍殺他的女朋友 或者是前女友 那這個受害人滿身都是可怕的傷口 在證據的過程裡面呢他就跟警方講說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啊 因為我根本不在現場 但是警方本就不相信 6月之後呢警方還是堅信他其實是行兇的人 所以他們就把他交付進一步的證據 那這個證據一共進行了四天 這一次呢這個證據過程其實就有錄下來 這就是我們提到的保障措施嘛 但是呢後來上訴法院就是有聽到那個審訊過程的那個錄音啊 聽到一些警方對他大吼大叫不斷的在跟他說 你有罪你有罪你有犯 然後其實就是完全不理會他說他自己是無罪的那樣子 所以後來呢其實在上訴法院就裁定說 他說這其實根本就是心理上的一種刑囚 那以此得來的證據根本不應該做為懲堂證供 因為在經過這樣的證訊之後 開庭審理到一半 那個審理過程經理到一半 他突然就改變了他自己的公術說 有有有我當時在場 我記得我砍了我女朋友 這位被告其實跟很多行政案件的被告一樣 他的智商其實是天敵 故事可能到此就打住了 如果有可能他就這樣子可以 最後或是說不定他根本就是真的做這件事情 但是十年之後這個案子就是他無罪獲釋之後十年啊 就是到上訴法院這邊呢 我發現了其實是有另外一個被告其實是真的犯下這個案子的 他根本就承認他自己是有罪獲釋 他自己就認罪了 因為後來的這個被告自己承認自己有罪這個被告 他的血跡其實是有在那一位受害人身上一樣被發現的 那當時這個血跡其實根本就不符合就是法官的當事人的證據 所以他根本就不是那一個行政 那我說這只是其中一例我知道就是四例其中一例最少最少有一例就是有這樣的案子 其實是因為後來再發現了一些血液肌症或者是DNA相關的證據呢 能夠讓一些原本是因為不實的公訴然後被定罪的人 他們其實後來就能夠不罪獲釋 那第三個課題是 那第三個課題是 因此信證的證據是不穩定的 因為人們的不同的心理和患性的問題 可能會被判斷 甚至被判斷 甚至被判斷的 或是被患性的犯罪 去承認這些事不正確 要跟大家分享第三點 我從這樣的案件中學到的 那這個案件呢 就是跟公訴本身或自白本身 他的不可靠有關 就是每個人他的心理素質 他的狀態不太一樣 有一些人就算是不被打 他心理上的某種脆弱性 也會讓他很容易受到別人影響 做出不實公訴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我自己在英國這樣的實務職業經驗 跟剛才大家所聽到的相關的一些分享 中間有什麼的關聯 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讓我們想說 可能英國的警方 可能比世界其他國家的警方 都更邪惡 包括在台灣 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很難說 我們不太能夠說 在英國的被告 這些刑事案件裡的被告 他們是比 就是他們的智商跟台灣 或是其他國家的被告有不一樣的 發現他們基本上智商可能是偏低嘛 但不是英國的罪笨啦 可能跟各個國家有類似的情況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從此得證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關在我們監獄裡面的受刑人呢 如果他們當初被判有罪 是根據公訴性的證據的話 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就是 他們本身可能根本沒有罪 第二個就是說 他們雖然被判有罪 可是當初支撐他們有罪的那些證據 其實是來自於相當不可靠的公訴性證據 我會這樣說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剛才看了英國的經驗 那我們會看在台灣其實我們的刑事司法體系裡面 相關的程序上的保障措施 相較於剛才提到 乌國雖然是早期的那樣子的一個年代 程序保障可能都沒有那麼的嚴謹喔 所以呢 接下來就導向了 我們對於死刑可以有一個很有力的一個主張的觀點 雖然他們是一個唯一的一個弱點 也就是說死刑 有死刑的存在就會帶來 無可改 無可糾正的一個風險 就是我們今天定罪的一個人 將他執行了 可是最後我們其實在進一步調查 或想看這樣的案件的時候 會發現被執行的人其實他是 他的執行 死刑執行是直基於不實的公署 不可靠的公署 好 我們謝謝Brad法官 那我們再提到一些問題 我想要問他 再來試試一下 如果有機會的話 要試試問 那接下來我要邀請 今天最後的一位獎 那個Andrew他來自馬來西亞 那馬來西亞當然現在還有死刑 然後我們的狀況當然跟台灣有點不太一樣 面臨的問題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我們都非常努力 想要把我們的國家被死刑 那今年二月份的時候 我有機會到馬來西亞去參加他們的被死刑的會見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說很多的華人都比較支持死刑 然後那時候我就問他們的人說 那是不是因為中國的影響 中國的因素 所以讓馬來西亞的華人就是比較支持死刑 然後我得到一個讓我覺得非常難過的答案 然後他說 喔不是啊 就是我們都是看台灣 台灣還有死刑啊 那很多華人就會說 台灣還有死刑 台灣是一個很進步的國家 只要還有死刑 那我們馬來西亞不需要被死刑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非常的羞愧 覺得說 我們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壞的石子 那 我真的很希望你們可以彼此努力彼此競爭 往廢除死刑的方向邁進 那如果哪一天誰先廢除了死刑 贏的人要請去的人喝一杯 那已經廢除死刑的因果 當然一定要請我們喝一杯 好那我想他們面臨的困難跟我們可能有不同 但是我覺得也有我們可以就是思考借鏡之處 因為這幾天我跟他在一起聽了很多他的一些想法 那我覺得非常值得我們一起來聽聽看 所以我們歡迎Anderle 請他為我們分享一下的經驗 我們歡迎他 好 Good evening everyone and thank you for still being here at this hour to listen to all of us 那晚安大家 非常謝謝大家 在這個時間還能夠繼續留下來 聽我們這幾位分享 So a very quick history of Malaysia We were a British colony from around about 1874 until 1957 那給大家一個很快導覽一下馬來西亞的歷史 我們在1874到1957年間其實是英國之奴隸 So we inherited our criminal code from the British 我們的刑法其實就是沿用自己英國的 But of course the British actually introduced their criminal code in India So we actually followed the Indian criminal code 引進到了印度成為印度 所以印度就依此形成了印度的刑事法 那我們在沿用這個 但是一路追溯回去的話 我們追根究極是從士兵政府那邊學來這套 So if the criminal code that we inherited there were already death penalties for things like murder things like treason which we just simply follow 所以在我們的刑事法裡面呢 本來這樣子一路沿用下來裡面就有一次死刑 相關的規範 比方說針對謀殺案件 針對叛國案件是可以 應該要處死刑的 So although Judge Flake assert that 英國 ended the death penalty in 1965 We happily carry on 所以雖然像法官講說 英國在1965年廢森 但我們當然還是一路往前 And then not only that we added more penalty more offenses for which there would be the death penalty 那不只是這樣 我們還加油天簇的 增加了好幾個得出死刑的罪名 So for example we amended our Dangerous Drugs Act to introduce the death penalty for drug trafficking 所以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的危險毒品法裡面呢 我們就增加說 如果是走私毒品的話 一樣是害死 And in fact the last the most recent extens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was in 2010 the most recent 那最近一次呢 我們在擴大死刑的 死刑的試用範圍 其實是發生在2010年的時候 So in a very strange piece of legislation called the strategic trade act OK 那那個法令本身其實也蠻奇妙的 它是叫做策略貿易法 在這個裡面有人增加了死刑的試用範圍 So just to explain under the strategic trade act there are certain types of products or goods that you cannot export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f you use those goods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government you export it and those goods are then used to kill people then you could also face that sentence 那什麼樣的死刑在這部法令下 新增變成是德科處死刑呢 就是說有幾項貿易產品 它的出口是需要經過政府特許的 那如果你在沒有經過政府特許的情況之下呢 出口了這樣子的產品 而且它的使用導致有人喪命 曼你一樣是德的害死刑 So now we fast forward to 2018 我們現在很快的就回到2018年 So on the 9th of May 2018 Some of you will know Malaysia had the general elections for our parliament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62 years We had a change in government 那可能大家都知道 在去年的5月9號 我們舉行了國會的大選 那這一次的普選裡面呢 我們就發生了 它的結果是 馬來西亞在62年來 經歷了首次的政權戰役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he new government said that it would do in its manifesto was to abolish all sentences of mandatory death 那新的政府呢 就宣告很重要的一個宣告 在所有宣告裡面的其中一項呢 就是它要全面廢除唯一死刑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promises that attracted many people to vote for the new government 我認為呢 這樣子的一個宣誓 其實相當程度吸引了不少選民 在大選的時候 投票給現在的執政黨 但是我們的公民社會呢 持續跟政府爭取跟主張說 請考慮不要就是廢除 全面廢除唯一死刑 而是全面廢除惡一死刑 I remember in August I asked our Attorney General Can you clarify Is the government going to just abolish the mandatory death penalty Or is it going to abolish totally And he said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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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all going It's all going 所以我就記得在去年八月的時候 我就問我們的檢察總長 我請他澄清一下 究竟馬來西亞是要廢除 全面廢除唯一死刑 還是要全面廢除死刑 那他想說 哎呀 我們會全部 全部都走 全部都沒有 So True enough On the 10th of October 2018 Our minister In charge of law It's a little bit like yours The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But he's in charge of law He made a public announcement That Malaysia would totally abolish that penalty 所以呢 也不管是怎麼樣 還是真的假的 就是去年的十月十號的時候 我們的 比較像是台灣的法務部 的政務部長呢 他其實就是宣告說 我們要全面廢除死刑 So We were So surprised So happy And I think When this program was being arranged They said We must get someone from Malaysia to say How they have managed to achieve Total evolu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所以呢 當時我當然是既驚訝又非常的開心 當初在討論說 我們這次要來台的 這樣的一個行程的時候啊 當時我們就在討論說 我們應該來談一談 馬來西亞是怎麼成功的 全面廢除死刑 But unfortunately At the moment We have still not abolished The total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Because the moment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it Then people started protesting And saying You cannot do this 但是很不幸的 我們現在沒有全面廢除死刑喔 因為一旦政府做出了這樣的一個宣誓 很顯然就會有反對的聲浪 要求政府這樣做 So many people said to the government to the different ministers to the parliamentarians You cannot do this If you do this We may not vote for you in the next election or you will lose support from the people So suddenly the government becomes a little scared 原因是因為啊 很多人就跑去跟不同的政府官員 主要就是像部長級的政府官員 或是國會議員說 你們絕對不能夠廢除死刑 如果你們廢死的話 我們下次就不會選擬 下次就會輸了 所以政府當然就開始有點擔心 So there are two by elections since the election for part of country seats One the government Although they did not have the seat They did not win the seat They were hoping to win Second one They actually lost the seat They actually lost Lost In the by election In the by election Yes During the original election No This is by election In my election Okay So they lost that Just once in territory Okay 所以其實我們後來就是有 針對國會的那個補選 我們其實有在舉行的補選 那有一席呢 就是政府本來就沒有贏 那他希望能夠贏 那另外一個是 他本來就沒有贏的 So the government's own party Their own parliamentarians are saying See this is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If we keep talking about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We will lose electoral support Maybe next in general election We will lose, we will be kicked out 好 跟正一下 剛才其實就是他們 本來就沒有選贏 但是他們希望補選之後 可以贏的那個時候 他們後來是輸了 所以後來就是 其他的國會議員就開始講說 你看你看 這就是我們要處理的事情 如果我們真的被屬死刑 就會發生這樣的後果 如果我們現在被死 下次我們就會去掉選舉 So now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a U-turn They have said that We are not going ahead with the total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But we will raise the possibility in parliament next month Abolishing some of the mandatory death penalties 所以現在政府政策的大轉彎 他不全面背屬此行 那他的一個替代性的說辭是說 我們在下個月會把這樣的提案送到國會裡面去讓他們討論 他們什麼呢 部分廢除為此行 So when we now ask the government Why is it that you are changing your mind 我們就問政府說 為什麼你會改變你的想法 So they basically have three reasons 有三個原因他們說 So the first is public opinion 第一個就是民意 So Saul has already given you a presentation of the survey done in Taiwan about assessing public opinion 所以我剛才其實就已經有跟大家稍微分享到說 那在台灣我們針對民意已經進行了一些調查 A similar study was done in Malaysia a few years ago with the same results 那其實在幾年之前在馬來西亞 我們也進行了很相似的民意調查 那調查發現的結果其實跟台灣報告非常接近 So you start with what I call the headline statement Are you in favor or are you not in favor of the death penalty And then you get a certain figure But then when you ask further questions Then that figure reduces Because people say Maybe this case maybe not Maybe this case maybe not So it is not as strong a support as people say it is 那接下來我要講就是民意其實跟乍看之下比起來啊 那個反對廢屬死刑其實真的沒有那麼強 或者是我們一般覺得民意他的意見態度是怎樣 其實通常我們再往下左右就會發現那個民意本身 他呈現出來可能我們本身並不是堅不可摧的 因為在馬來西亞我們的經驗其實跟台灣很強 就是我稱這個叫做標題式的問卷問法 就是只問人家大標題說你贊不贊成廢屬死刑 或是你贊不贊成保留死刑 那通常這樣問下去就會得到一個數字 那但是如果我們再提供更詳細的一個情境 讓大家去評斷說你是不是針對這個情境要判死 通常得出來的覺得判死是妥適的那個比例其實就會往下掉 當然我們會聽到這樣的說法 有人看到這樣的報告就會說那是你的報告你的調查 那媒體記者或者是報索他們也做了自己的民調 就是說可能有高達8險以上的民眾都支持死刑啊 那我們其實就常看到這種線上民意調查 它其實就請大家按個滑鼠 就投票 線上投票說贊成反對是或否就沒了 因為它完全沒有提供可以提問這樣子問題的情境 所以我覺得啊像這樣子的這種民調呢它其實就是過度的簡化它也不科學 然後流於標題式的提問 那這樣子的民調我其實真的不覺得它有正確性可言 它也沒有辦法真正反應民意對於特定議題真實的情感是什麼 所以我們應該要鼓勵我們的官員 要鼓勵我們的政治人物千萬不要過度受到這一種類型的民意調查影響 因為這一類的民調它其實是相當股淺的 第二個通調政府會回答我為什麼它改變全面廢死的心意 它會跟我說因為死刑太強大了它在克服犯罪這個效果上是非常強大的 所以他們的論點是說因為有死刑的存在 那一般大眾就會嚇到因為這樣嚇到而不敢犯罪 但是呢其實我們針對馬來西亞的毒品犯罪死刑能發揮多少的混土效果 其實我們真的能夠證明它的實意 後續失意的那個證據是真的有多少 所以以著這些證據呢政府就是在1993年的時候修法 那販毒就是唯一死刑 那後來呢我們從我們自己本身在幫助獨以介治 我們國內幫助獨以介治的機構本身的實證數據呢 我們卻發現我們的法律是在1993年的時候修的 但是1985到1995年間雖然法是修了 但是我們整個讀使用的那個律是往上跑的 所以如果說要真的說死刑在這一點上有發揮 所以嚇阻效果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那個數據真的要往下掉才對啊 另外一個在馬來西亞境內屬唯一死刑的犯罪就是謀殺 所以我們就是在針對馬來西亞因為我們在過去30年間發生了一些 就是真的受到高度矚目的一些謀殺案件 所以我們再來問一個我們問相關的問題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是說 喔那現在真的犯下謀殺案件的兇手會在行凶之前 在前面停下來想一下說 喔如果我殺了這個人 我可能會被定罪判有罪 被判有罪之後我就會被判死刑 所以這樣一想我不能犯罪 會這樣嗎 你們真的會相信這樣一個犯下謀殺案件的人 真的會在下手之前去想到他自己下手之後的後果嗎 我們有一個非常受到大家矚目的案件 那這裡面案件牽涉到的是一位 據說是一個無敵或者是能行無數的女生 那在這個案件裡面呢 他就是被告說他因為一個政治人物給他錢 註託他所以他就下手行凶殺了這個政治人物的真理 所以你們覺得像這樣子一個就是幫人家行無數 然後做出這樣事情的人 他在做這件事情之前會想說 喔這樣不行這樣不行我等一下就判死刑 所以他就不做了嗎 如果你們大家真的覺得對啦 他會真的在下手行凶之前這樣想 好啦隨便你們你們就去支持死刑啦 可是我覺得真的啊 大家對這種問題的答案應該是不會 他不會去這樣想吧 所以呢當我問政府為什麼大總彎 政策大總彎 你會有一點親屬的感受 所以他們所要強調的重點就是說好政府現在宣誓要全面廢除死刑或全面廢除唯一死刑 可是在你宣誓之前你其實都沒有來問過那些因為這些犯罪行為而受傷受苦的被害人家屬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問他們說好你們各位是被害人的親友 那你們來問問問你說你們現在覺得對處死刑怎麼樣嗎 但大部分可以想見他們會回答說我們當然要維持死刑啊因為我們要正義 我們就問他說 我們就問他說 作為謀殺案件被害人的家屬 你現在提到的正義到底值得是什麼呢 他們就會說我所指的正義就是說我的兒子女人或是我的親人他們就是被害了嘛 那這樣的話那有一個人殺了他們那現在就是殺人的人也要被殺 但是我們在這裡就要講的一件事情說我們真的要非常的要比較敏感一點也要比較審慎一點 所謂的正義並不是你我兩方或是剛才講到的行凶殺人這一方跟被害人這一方 都要獲得同樣的能力 都要獲得同樣的能力 你所說的就是你所謂的正義是 我已經患了痛苦 我的家庭已經患了痛苦 因為有人殺了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 所以我希望那家庭也能感受到同樣的痛苦 我已經患了痛苦 那是正義的 那是正義的 所以他們眼中那時候或是他們回答我的正義呢 指的是說 因為我的子女或者是我的親人被你的家人殺害了 所以我要你的家庭 就是行凶者的家庭也經歷一模一樣的痛苦 那這樣子兩邊是公平的 是平等的 在受苦的經驗上是一樣的 這是他們回答我的正義 You know for some of us that is not justice that is vengeance 但對我們 我們其中有些人 那個叫做正義 那叫抱負 The state as the authority responsible for justice should not allow for this to happen they should not legitimize killing in the name of basically vengeance 國家作為一個應該維持跟實行正義的主體 是不應該准許以報復為民 以報復為合理的殺人理由這樣子的行為 so in conclusion when we ask our politicians or we discuss this we write articles in the newspaper you know people will come back always to say you must take into account public opinion you must you know not ignore the value of deterrence you must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feelings of victims but sometimes the media they only focus on the families that are saying that they want the equality of suffering they want the other person to die the media doesn't look for and there are instances where one or two of the families we don't want this cycle of killing to continue 那所以呢 當問到廢死這樣的議題的時候 我們的結論就是說 問到的時候很多人就會說 哎呀 媒體的一些報導可能也是一樣 就會說 我們是因為死刑有刻苦犯罪的效果 我們不可以忽視這一點 那也因為民意非常支持死刑 那所以我們不能夠廢死 還有一點 媒體常常都會聚焦在受害人的家屬 要刑修者也受死 要讓對方的家庭也遭受到同樣的苦楚跟傷痛 這樣子的情況通常都會是媒體報導的焦點 但是當被害人的家屬裡面有一兩個 他們其實不支持這種殺人 或者是這種傷害性命的這種循環 再發生 如果有這樣子的案例的時候 通常媒體不太會去報導它 所以我們在公平社會裡面的人 我們來說我們覺得我們自己有責任 是應該要把真相或真實的情況讓大家知道 然後我們也覺得自己有責任 應該要去問政府也要問我們的國會議員 到底你們這麼害怕廢死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Is it because you really believe in the death penalty or is it because you are afraid that you will lose your seat or lose the next election 我們要問的是說你真心相信死刑是有用的嗎 還是其實你支持死刑是因為你害怕 你會在國會裡面失去你的席字 然後你下次選舉的時候會輸 so we have to challenge our politicians to remain courageous to remain true to the optimism that they presented to the country when they won the election for the first time 我們要持續的去挑戰我們的國會議員 我們要去跟他們講說你們一定要保持著 維持著當初在勝選之前 你們那種對於整個改革是比較樂觀的那種初衷 當初選你是這樣投票給你的 我們要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去鼓勵同時也挑戰他 They talked about an agenda for change so we want them to stick to change and one of the changes that we call for we still call for until today is the total abol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那當時呢他們就講到說我們要為社會帶來 新七香帶來的變得那 廢死這件事情也是他們當時因為這樣的一個承諾 所以我們要持續的向他們忽略 繼續秉持當初的初衷跟承諾 全面廢除死刑 because in Malaysia we have the mandatory death penalty then if you say we will start with the mandatory death penalty and then you will continue afterwards with the others then we are ok we can support you on that 因為馬來西亞現在有唯一死刑 所以如果就不告訴我們說 好我們就先從廢除唯一死刑這裡開始著手 接下來我們會持續朝向全面廢除死刑去做 那對我們人也有 我們可以接受這樣的說法 but if you are saying oh we only abolish the mandatory death penalty and we stop that then we say no this is not the change that we want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to maybe help you to change your mind help you to recover the optimism help you to recover the courage that we think you need in order to push this forward 但是如果反過來政府告訴我們是說 我們現在要廢除唯一死刑 可是這也就是我們做的了 就僅止於此了 我們就會跟他說 這不是當初我們要的社會改革 那我們會繼續向你施壓 就是希望你能夠繼續秉持當初 抱持著要進行社會改革那樣子的一個初衷 希望你有那樣子的勇氣 然後我們會繼續對政府要求 一直到做到當初他承諾的 跟我們希望他活到的位置 政治人物不應該躲在那個後面 因為其實我們舉個例子來看 當政府提到財政預算的時候 如果他今天覺得要加稅 他會來問我們說 我們現在要錢了我們可不可以加稅 他不會他直接做 當他們要加稅的時候 他們一點都不在乎名義啊 他們就會說 我不在乎名義 這本來就是該入事 那我要說的是說 其實稅本身他們不去問 就直接做 可是加稅這件事情其實比費死 是要來得影響更大的吧 所以我要問的就是 我要挑戰政府的就是 為什麼在某些議題上 你可以因民意之風挑戰民意 然後帶頭走在民意的前面去做決策 可是回到像廢除死刑這樣子的議題之上的時候 卻要說 我們只能跟在民意的後面走 所以我要說回答兩點 第一個就是報復性的殺人不是正義 然後不要躲在民意的前面 接下來的最後一言就是 請政府不要躲在假裝的人的以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希望接下來我們有十多時間 就讓大家答問 那我無曉得我 因為沒有人有提問 那你們可以 OK 所以我想要提問 這個位置從 Malaysia 所以你們有提問 所以你們有提問 是在用力和罵侵行 確實顯示 最正確實顯示 這一次性不合格 你認為是唯一當之下 我認為是兩ren 第三個因素,這會影響到罪犯罪犯罪、罪犯罪犯罪、罪犯罪、罪犯罪、罪犯罪犯罪。 罪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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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 數據不會減少 但是他沒有說明為什麼他可能會增加 就是我想問他是不是有些第三方的因素去導致這個數據增加 還是此行本身導致這個數據增加 好 我們可不可以再多收集一個意見 沒有問題 如果還有其他提問的話 可以 可以 沒有 我是想就是 請問從我們台灣的那個領導者的這個觀點 然後從1996年年到2000年生學畢業 然後2008年的馬英九 然後2011月的蔡英文 就這個政治來講 他們 蔡英文學法的馬英九學法成學畢業學法 那你們覺得 Who is most legally enlightened who are walking away moving away from the penalty from your research to the full administration of Taiwan s 6 years from the year of 1996 to 2016 all of the administrations with the leadership they are of legal background so my question to you is who do you consider all of you as the most legally enlightened president 領導向死罪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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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想要請問張君 就是我們前面想到 就是馬官他在接觸到死刑案件的時候 他第一個他所看到的 面包這場檢察官的 他所提供的資料 那邊去看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心理學人 就是一些時間到發現說 自己院人的第一印象非常的重要 然後法官如果他第一 他第一次到 可是檢察官那邊的 的證據的話 他就會有些或是有印象 認為說是 這個罪罪罪罪罪罪 那我不確定 我們現在在死罪罪罪 或者說未來司法罪罪 我們有沒有一個方式 一個方式是說 比如說讓一開始 有可能是讓被告去 等於說讓他們去 讓法官不要有 一開始是說 他們有罪状的第一印象 我們現在實務上有沒有這樣的配色 那可以請 就是讓他們分享一下 謝謝 所以我們現在有三個問題 那你願意要先回答這個情況 稍微答比較容易的問題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法官容易有第一印象 然後會有禁罪騙護 那這個五再四八百個上面是所對應的措施 之前我們一直在推動一個做法 叫做起訴狀一本主題 起訴狀一本一本聽起來很多 日文的一本是一張紙的意思 那這是從日本借來的概念就是 它的起訴狀就只有A4大小的一張紙 那這一張紙上頭呢 只有檢察官認為這個案件是怎麼發生的 可是相關的那些證據 並沒有一起成為法官 也就是這個方法 也就是希望說法官不要形成那麼詳略的行政 那大家大概也有興趣到現在就是 我們那個陪審或者參選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將會在台灣的法院的推行 那不管我們最後用陪審師或者參選公罪 大概都一定會解決這個問題 有很簡單嘛 因為我們現在要讓國民法官去決定 這個背包是有罪或無罪 因此一定是組成了這個patient或參選公罪 那這些人呢他們會接觸到這個捐證 所以就是在這個我們在陷阱的制度裡面 容易有這個制度性的撇護這樣的問題 有可能會在 如果如果說可以實踐 其實要用這個處理的話 在這個部分可以有所幫助 大概是這樣子 至於哪一位領導者 就傾向費思 這個問題台灣都是講的 我想台灣的 對於台灣政治的長期觀察 我看不見得是最合適回答這個問題的人 不過呢 我們確實看到一個很清楚的一個趨勢 就是對於 國安政治本來就是對於民意 是最明顯的 就是民意有所說 最保證的時候 是最容易受到左右的 那 所以其實如果直接我倒覺得 可能他們之間只有一點點的長度之別吧 那 那 或許在這個過程裡面 曾經讓我們 寄予比較高的期望 因此失望比較大 恐怕是正確一點 那 我的 我不見得認為它特別差 但我認為我們曾經在這個歷史時刻 有對它有一個最好的期待 那這個歷史時刻包括說 那是第一次正少的問題 所以那個時刻這個整個政治氣氛 是朝向比較自由的傾向 跟現在的全院的保守和當局是不一樣的 這是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是說 呃 陳水扁從那個 呃 台灣的黨外自動的這個歷程出發 我們很期待它 呃 能夠有一個比較長跟一個比較近的問題 然後 那他也曾經 呃 在在他的任內 曾經 那時候的法務部長 陳成立南 曾經說 呃 這個 曾經是政府明白宣實的一個政策 那至少 當時的期待至少認為說 如果他第一任還有所計算的話 到第二任他已經沒有擁認壓力了 第二任應該也會完成 可是那一次我都期待過 所以大概 從Face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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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有過一個 也許是一個歷史時機 那個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好 那我就大概先分享一下 對 好 那 事實上 安理由先回來 謝謝你 very much for your question I will answer it in two ways uh firstly what we are saying about Peteris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ay that to show that keeping the death penalty will lead to either a lower crime rate lower murder rate right there is no evidence in fact the evidence shows that there is no connection so there was a study of legislative reform in the US and Canada and basically it showed that when there was a that basically froze the use of the death penalty because of some challenge right so in other words there was no death penalty available crime rate went out right and then when the courts reinstated the death penalty after the freeze crime rates went down so for people to say that it has a positive determined effect that cannot be proven that cannot be shown yes so you're saying there's nothing that can be found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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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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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ize she yeah 讓我很簡單的就是總結成兩點 第一個就是說關於保留死刑本身 它對於犯罪有嚇阻效益這件事情上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實證數據上並沒有這樣子指出 那低犯罪率我們以像是殺人 玉紅殺人這件事情來講 他們其實在實證上面其實本身是沒有關聯的 那我舉個例子在美國跟加拿大 其實就有相關針對立法改革而執行的一些研究 那調查數據就顯示出來 今天如果法院覺得因為有某些室友 他在判刑就是過程裡面有遇到一些 本來就覺得說一直會出現一些問題 所以他今天決定凍結判死這件事情 那其實在凍結之後呢 犯罪率反而是下降的 那最後呢當這些他憂慮的時候可能解決了 或者是他覺得有任何原因要重新再恢復死刑 失用這件事情 犯罪率反而是往下掉的 所以其實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剛才所說的犯罪率低跟有沒有死刑 這兩件事情其實沒有直接的觀念 那是不是有負面的觀念 負面的觀念是 負面的觀念是 所以在馬來的方法 所以在馬來的方法 是一般的方法 可以使用一個手機 使用一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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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為它變成了一個手機 使用一個手機 使用一個手機 手機使用一個手機 因为他们 either feel that they are somehow so smart enough that they will not get called 或, secondly, that it's just circumstances so the phone rings, you pick up the phone, you don't care whether it's driving because maybe the phone call is very important for my business if I don't take it, I might lose it so, other considerations, overtake so, to say that, you know, at least in this respect that, you know, having a fine and things like that is a deterrent factor I mean, I have seen it in my own lives, it's not we have seatbelt laws, you know, where you have to use a seatbelt both in the front and the back it's been there for 20 years in Malaysia you still see people today driving in Malaysia, no seatbelt use right, so what about this thing called, you know, punishment and deterrence? it doesn't seem to work 所以,我现在回答您的这个部分啊,就是 我是特别针对杀人 而是针对一般我们在讲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官流局 可是在马来西亚的例子 我们在马来西亚如果开车 一边开车一边讲行动电话 这是办法的,那是要被拔的 那可是一般人呢,就是通常会有两种想法 第一个就是说,我这个人就是蛮聪明的啊 我怎样就不会被抓到 那另外,我就是觉得说 啊,这本来就是很情境式的 比方说我今天在开车的时候 我过来一通电话,这通电话 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声音 如果我不接我,我就接不到这一声音 那我就接起这个电话 那可能我就是不在乎这个法令 不过一定说不可以这样做 那所以有人就会说 其实因为大家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 这种情况很严重 所以我们应该要加重刑罚 提高刑罚本身 来恶毒这样的一个行为 可是事实上在马来西亚 嗯,有这个法没有这个法 它是不是犯罪 大家本来都在一边开车一边讲手机喔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的是 就是他们在做这件事或这样的行为 从事这样的行为的时候 办法会导致这个后果 这根本不在他的思考的那个经过里面 他不是考虑到这件事情喔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 我们也会说在马来西亚开车 其实依法你是前坐后坐都要系安全带 这个法令规定存在20年了 可是到现在我们其实开车 没有人系安全带 这种情况很常发生 所以一样是回到刚才那样的一个结论 那所以一般人会讲说 你制定刑罚 其实目的是要嚇阻犯罪 可是其实一般人他的那个思考过程 或者他在生活的过程里 这个其实 他平常生活的那种状态 其实是会高过于他对刑罚 获过的那个思考的 好 我接下来就补充一下刚才 Andrew提到的 关于贺图犯罪效果这件事情喔 其实目前啊 如果大家要非常慎重 非常严正的来论别死刑村 对这件事情啊 贺图犯罪的效益 已经不再是一个主讲的问题了 那现在呢其实已经 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有相当多的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在探讨 那才能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喔 那这个问题 其实应该说 不是在探讨死刑本身是否有嚇阻犯罪的实意 而是在探讨他相较于其他刑事的刑罚 比方说 我们说就是长期监禁 或是终身监禁 这样的刑罚 他会比这样的刑罚更对于犯罪 对于犯罪更能起嚇阻效果吗 那截至目前为止 在刚才提到的所有社会科学相关的研究里面呢 研究结果都没有看出来死刑 相较于其他类型或其他刑事的刑罚 对于犯罪有更特别或更重大的嚇阻效果 真正能够嚇阻犯罪的是刑罚本身的确定性 而不是刑罚的严峻性 如果你知道你会被招呼 你可能会不会做 你可能会不会做 你可能会不会想到罪 你可能会会被招呼 如果你可能会被招呼 你可能会被招呼 你可能会被招呼 等等 或者被送上他们的刑罪 这种不确定性 他不会是真的恶族犯罪 对他的刑罪 那針對殺人犯罪的殺人案件的發生率來說呢 很多廢屬死刑的國家其實都有相關的數據 足以證明說廢屬死刑之後 其實殺人案件的發生率反而是下降的 那加拿大其實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還有很多其他的案例 那好我們接下來就來看兩件事 那索爾律師這邊就有提到過死刑的合作犯罪效果 其實沒有實證研究人能夠證明死刑 相較於其他像是中間監禁這樣的刑法 對於犯罪有更重大的合作效果 我們舉就是目前拉丁美洲一些其實看起來就是犯罪狀況 就是相當槍決無法無天給一些國家來看啊 就是因為他們知道死刑不會被抓到 犯罪不會被抓到也不會受審 所以其實對於犯罪來說 完全沒有任何的致盟的力量 但是如果你能夠提供警方充足的經費 讓他們有辦法好好的去偵查犯罪 尤其是針對殺人案件 那這對於犯罪而言才是最有效的 然後最能夠產生效果最好的一個合作方式 那至於呢接下來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已經確定說警方可以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要確定就是在程序上 我們的刑事司法相關的程序也要進行改革 才能夠讓警方跟檢方真的能夠 就是以及我們最高的就是執法機關 能夠在針對抓人之後的審訊 能夠依循著確定能夠發覺真相 然後能夠保障公平性這樣的原則 來針對是不是抓隊員這個命題來給出大案 那至於是不是交由陪審 這樣子來講呢 其實我覺得可能不是重點 這真的重點是要確定說 在一段時間內就是不要拖得太長 我們整個案件的審理程序 從開始到結尾真的不要拖得太長 那但是中間就是讓我們有足夠的時間 能夠針對檢方他所主張的事情 中間如果有任何漏洞的話 可以大家去針對這些點去做工房 然後確定最後出來的定罪判決 是罪證確鑿的 最後一個 싶角度 ир面對許多託 肯定說 我罪證兩四十五年 Douglas 在一十年 Louise Hills 안�omie 保證確定 在全部的事 理院長 成段 在淘捨 泯有 倔爆 惊 無 無 世 自 用自己控制或是考慮到的事實上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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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大家可能剛才都已經聽到了我的職業生涯裡面 包括了很長一段時間 我其實是辦一個辯護律師喔 那我要跟大家講說 我接觸到15件的謀殺案件裡面 所得到的經驗 我可以有非常長足的信心跟各位講 這些被告呢 他們當時對別人碰下殺手 他的原因可能都是因為情感上 產生了強烈的激怒性 或者是因為情感的因素暴怒 然後就是在怒氣之下殺人 那有可能是當時情境使然 那有些就是真的就是因為愛不到人 然後就下殺手 那這些這些案件裡面的被告 其實都有整個共同的情況 一個是他們可能本身刺傷 本來就沒有很高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 他們能夠怎麼樣自制 讓他不去犯罪 或者是在行為之前 就先從頭到我這裡的想過一面 自己的行為會招致哪些後果 我覺得是太可能的 我們絕對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去相信 嚴刑俊法本身能夠帶來各種犯件的效果 好謝謝 呃 如果有時間的話我也很想去 然後就下去 但是我還沒有辦法 那因為他們呢 台灣這幾天真的是 不停停地為了台灣被處死刑的奮鬥 那我覺得 我覺得大家 如果要想說有沒有嚇阻效果 提供另外一個訴訟 就是如果你可以正確地抓到那個罪犯 而即時地做出一個判決的話 那這是最有嚇阻犯罪的效果 這時光就是護教授 他曾經在一個全 就是一個營救當中得到一個簡單的答案 那另外剛才也提到就是說 那到底大家要的正義觀是什麼 因為我們好像都把 就是都把要不要判死刑的事情 把它變成是被害人要或不要這些事情 但我覺得當然不能這樣想 因為很多人講說 你不是被害人家屬 而且你能夠支持廢死 同樣的道理是 我們不是被害人家屬 是不是我們也不能夠 那好像是要把這件事情 變成是被害人的一個責任 但是不是啊 因為我覺得 他們已經是最受苦的人了 那我覺得是 我們所有人要來討論一個 最適當的一個刑罰 對我們社會的最好的一個刑罰 那我想舉個另外 就是這個報告的第三次三頁 我覺得某種程座 他可以講說 那我能夠更精緻的 正義觀道的指示 如果我們請問要不要支持死刑的話 百分之八十個人支持死刑 但是如果我們要問說 被除蛇行 改採終身經濟 不得假釋 並且受刑人必須要炸飲 監獄裡面的工作 工作的時候 會必須要賠償被害人的時候 有百分之七十一的人贊成 意思是說 人民 台灣人民是關心被害者加持 而且他贊成 呃 加害者是需要受到刑罰的 這是一個更精緻的一個 對於刑罰的一個想像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是武器徒刑 但是二十五名之後 有可能有機會假釋 但有可能你還是不會被假釋 但是假釋的前提是 你必須要有個很高明顯的假釋門檻 我們要確保說你出來的時候 你可能不會再犯的時候 事實上也有一半一半的人 支持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所以我覺得政治人物太簡化了 一般人民的想法 而一般人民在有個機會 好好思考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做出來的選擇 事實上是比政府更精緻的 那當然這是不是最好的替代方案 我們一定可以再討論的 因為是台灣人民要決定的 那可是這個討論這個決定 一定是要有一個好的資訊來源 同時有好的思考 所以我要宣傳是 Face聯盟我們今年還會繼續做 全台灣的公開審議 所以請訂閱我們的電子報 那另外14月25號 我們會有下一場的Face集體事 那這場Face集體事 我們會討論一個 我覺得是有趣的主題 就是在死刑案件當中的女性 包括女性的加害者 女性的死刑犯 女性的律師跟相關人 那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個主題 是因為 的確我們觀察到最近的一些案件 它的確是有一些不同的 包括女性受刑人 在監索裡面的這個處境 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們第一次談這樣的主題 然後我很期待大家 可以來看 死刑當中的性別的因素 然後再來就是 請拜託就是 把報告讀過一遍 如果你只玩的話也可以來告訴我 然後同時把它分享出去 然後把我們的短片分享出去 那如果可以的話 跟你的朋友 談談看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還有質疑的話 你還是覺得你不是很確定的話 請繼續參加這個活動 請繼續跟我們討論 那我們就結束今天晚上的演講 我們謝謝今天這四位掌聲 已經最重要的 是我們今天歡迎莉莊記者 我們會給你們更大的掌聲鼓勵 好 謝謝大家